NJJID呢,他买了1000的那个股票,然后他2块半一个unit,他卖4块7毛3,dividend 9.53 per share unit,然后calculate the return of investment 所以我的dividend呢,因为他每一个share都有9.53,所以他是1000个share乘以9.53,所以在这边我123,所以他变成95003,然后也等于RM95,然后我们接着有他的capital gain capital gain呢,就是他卖4块7毛3,然后买2块半,然后再乘以1000unit,所以在这边呢,我有4块7毛3,减2块半 OK,他每一个赚2块2毛3,再乘以1000,所以我拿到的是2230,2230 所以我的total return呢,会是等于95加2230 OK,这边就有2325,你看这边加95,然后他会拿到2325 So,我们的return就是RM2325,如果题目问return on investment的话呢,就2325 除,我买的钱是2块半,1000unit,所以是2500 Oh,他买2500,他赚2000多,哇,乘以100% 这样,他的return on investment的%很高嘛,除2500再乘100,所以他拿到的是93%的回酬 很好的投资